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好7.5這個例子 那我們要解這個IVP 那yprong等於2 加2y加y平方 然後y0等於0這個有點像那個剛剛的這個方程式但是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yprong等於yprong yprong等於y加1的平方加1 其實這個好像很好解的樣子因為這邊已經是常數了 所以我們只要 把這個整個移過來 等於 1 把這個整個除過來 除過來就等於1 那這樣的話就已經分離變數了就是左邊都是y的 右邊就是1並沒有T的函數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Yprong改成 DYDT DT移過去 好那就 兩邊積分就可以了 那兩邊積分這裡是y加1的平方加1 的積分 這個等於是以前的就是x平方加1的積分 那x平方加1的積分 就是Arctenum Arctenum X 如果你記得的話你就很容易就解出來好 那因為是y加1的平方所以 所以這裡是Arctenum Y加1 這邊積分是T 記得要加這個C 好那他有給我們y0等於0我們把它帶進去 T帶0進去 那我們就得到這個 Tenum 0帶進去 Tenum1 等於C Tenum Arctenum1等於C Arctenum1是4分之π 所以C就等於4分之π 那所以我們再帶回去 ArctenumY加1 等於T加4分之π 好那我們反函數我們就反回來反過來就是y加1就寫在左邊 Tenum移過去 所以Y加1等於Tenum 然後T加4分之π 然後最後再把這個1移過去 這個就是答案 1 這個 以G